全球喉豆疫情在拉响警报 世界卫生组织宣布 有鉴于非洲多国的喉豆病例急速的增加 且不断的扩散 因此再次将喉豆列为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 这也是喉豆两年内第二度被列入最高级别警示状态 因应这波疫情 欧盟宣布将21万剂疫苗捐给非洲疾病控制中心 之后也将捐款协助非洲喉豆检测工作 根据世卫的统计 今年以来非洲大陆已经累计了17000多宗 喉豆疑似病例517人死亡 比去年同期多出了超过一倍 之前的喉豆毒株IIB主要是透过亲密性行为传播 但是近来出现的变异毒株IB传染力更强 一般日常的亲密切接触者都可能会被感染 喉豆上一次被列为全球公共紧急事件 是在2022年7月当时持续了10个月 世卫最终在去年的5月宣布 解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